男人正在掏耳朵 竟掏出一只马蜂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小家伙 慌张的大气都不敢出 接着缓缓地转过身来 然后悄悄靠近马桶 最后丢了下去 被冲走后 男人瞬间感觉浑身发麻 赶紧回到洗漱台搓了一把脸 擦脸的时候耳朵又钻出来两只 男人惊恐地拍了下去 然后啪啪两脚踩死 接着回过头来摸着耳朵 突然里面又钻出来一只 他疯狂地拍打 耳朵里不断地钻出马蜂 最后绷不住了 拿起毛巾开始扇 扇了9981秒后 马蜂终于全被扇死 他跪在地上 一支支地往毛巾上紧 最后全都扔进马桶 按下阀门 全被冲下去后 男人以为解脱了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可突然 他听到还有马蜂的声音 左边 右边 防顾了一圈之后 一只马蜂从门外飞进来 跟随男人的眼睛 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男人惊恐地向后望去 这给他吓得可不清 他缓缓地解开扣子 然后紧张地脱下衣服 这看到我都不敢呼吸了 脱下衣服后 他轻轻地把马蜂 裹在衣服里 然后拉开浴室门 直接丢了进去 再迅速拉上门 可突然 男人的脑袋 就像快要炸了一样难受 他抹掉镜子上的雾 嘴里吐出一群马蜂 感觉自己的身体快被掏空 他实在坚持不住 最终暴体而亡 倒在了满是马蜂的浴室 男人上辈子 是不是得罪了马蜂吗